VBS是許多孩子們在暑期中最期待的活動之一 之前所有的兒童主日學及VBS都採取線上進行 今年解封後,雖然在提供防疫的措施下 有著許多的困難及挑戰 但全美各州也有教會排除萬難,開始實體舉行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看到社區的需要好大 因為父母已經真的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疫情反而是一個祝福 讓我們能夠教會更積極地伸出援手來幫助社區 那其實今年有這個VBS我們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是一個 in-person的活動 他們真的是可以大家跟其他的小朋友互動 他們可以看到台上的哥哥姐姐跟他們一起互動 還有教會上面也有很多的保護措施 讓小朋友洗手,讓小朋友在做的時候有一些間隔等等 我都覺得是非常的安心 今年VBS的活動除了教孩子認識 你是上帝的無價之寶的聖經故事 手工及遊戲外 更有為虐疾地區購買文帳的募款活動 鼓勵孩子拿出自己的零用錢來支持這項活動 讓孩子有機會以行動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並直接參與在宣教中 這樣的暑期活動也吸引了不少未信主的家長將孩子帶到教會 應對孩子而言實體的接觸與互動是學習社交的重要環節 拿去看 要不要讓小朋友 是嗎 讓小朋友